好,那平常呢,其实很建议大家出去做休闲运动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那你去参加运动教室也很好 现在都有很多这样的 功法啊,气功啊,烦恼防通工啊 都有外当工啊,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认识你自己的身体,量力而为 去做,但是有动一定比没有动来得好 而且可以出去甚至晒晒太阳 刚刚有病友在询问晒晒太阳 我觉得台湾确实太阳太热 尤其今年就弱了 可是我们应该选择比较早上的阳光 或者是傍晚的阳光 那当然是把你的肢体露出来越多越好 因为你隔着一个防止外线的衣服 或是什么样的衣服 它的那个吸收率当然对维他命D3的制造 就比较少了 所以穿个一个无袖的把肢体露出来 不一定要坎胸肉背 多吸收阳光 我觉得是好事 所以呢 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大概我们这样子建议啦 你每次把它设定30分钟就好 有能力的再慢慢往上提升 去增加你的运动量 那避免过饱或太饿的时候做运动 饭前饭后一个小时是比较好 不要再吃饭前一个小时内 前后一个小时内是比较不好的 对你的消化上会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我刚刚说核心肌群最重要 就是这个啦 不管你现在已经术后了多久了 你的肚子到底有没有力 我们再讲的就是这一块肌肉非常重要 原来啊 人体有一个天然的铁衣 叫腹痕肌 在最深层的肌肉群 在你的肚脐两侧 各位把双手借给我一下 放在你的肚脐两侧 那轻轻的吸 吸饱 吐气 收小腹 想象你的肚脐内收 收到有点极限 然后腰椎有点酸 好再一次哦 吸 吸饱 肚子鼓起来 吐气 收小腹 收的时候 再加上腰椎也用一点点力 让你的腰往中间集中 甚至啊 再做一点点憋尿的感觉 好放松 请你一天做30下 可以吗 试试看哦 它就叫做天然的铁衣 叫核心肌群 它是所有的功法里面 我们强调最基本的那个运动哦 那当然核心肌群不只这样了 我们腹签最提倡的叫皮拉提斯 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原来我们有一些躺下来 抬腿的过程收缩或者是说脊椎旋转这个过程都会运动到下腹部 像这个是最难的 侧膛稳定平衡 双脚要抬离 脚要 手要伸上天花板 这时候你腹部的用力跟稳定度就要很好 这一类的皮拉提斯 是很适合腹部有开刀的 并有 好好的去强化的 原来你有很多体力还上不来 跟这里的力量是非常有关系的 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健康的去生活 然后一定要更健康才可以战胜这个癌细胞 谢谢大家